我拉着一个限量款的黑色拉杆箱 按好了门铃 退后一步 站在外墙有些破旧的别墅门口 仰着头往里面看 这种别墅 我大哥家的庸人都不住了 他们还用这么吐气的金色大门锁着 有什么必要吗 我来这种家庭生活 根本就是历劫嘛 没过多久 从里面走出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人 请问你找谁 我找赵清源 我是他的亲生女儿 老男人皱着眉头上下地打量了我一番 犹豫了片刻 才转头回去通报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一个中年女人 一个中年男人 外加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 品味差得让我睁不开眼睛的小姑娘 从里面走了出来 你是谁呀 随便上门就认爸妈了 小姑娘气势汹汹的手指指着我 一点家教都没有 赵清源是吧 这是我的亲子鉴定报告 养父没去世之前 就帮我处理好了一切 就连赵清源家的祖坟在哪都摸得门清 其实我不想上门认亲的 我现在的生活就是万人之上 养父在的时候 我是他手心里的小公主 再加上三个哥哥的宠爱 再跟是当真是要疯的疯 要语得语 养父去世后 他名下的百分之八十的产业 都给了我 哥哥们怕我伤心 每天更是变着花样的逗我开心 豪车 豪宅 游艇 飞机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我得不到的 我早就不在乎我亲生父母是谁了 在我心里 养父和三个哥哥就是我的家人 但是养父说 人要知道从哪来 才能知道去哪里 我开学大一 对未来虽然有规划 但是也很迷茫 既然养父临终前将这件事告诉了我 那我也不能辜负了他老人家的苦心 正好趁着暑假 就当是来体验生活了 所以我就单枪提马 瞒着我三个哥哥来了 看着赵清源脸上清白交错的诧异 我冷冷地哼了哼 他不希望我来找他 这种东西可以伪造的 小姑娘 你年纪不大心思 可是挺重的 我们赵家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谁让你这么做的 想要多少钱 说话的女人应该是我亲妈 前春艳 看她身上那件过了好几季的奢侈品裙子 我皱了重眉头 袖口都祈求了 她还真是节俭 我有亲子报告 你们要是不认我 我就拿着亲子报告去告你们 如果你们不幸可以再做亲子鉴定 我仰着头 勾着嘴角 一副笃定的模样盯着前春艳 阿猫阿狗 她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我本来是不想跟他们计较的 不过她这傲慢的态度 倒是让我有点想让我看看她吃别的模样了 赵清源脸色难看地盯着我 过了搞半天 她支支吾吾地说道 就算你是我亲生女儿 你也不能住进来 这里是我们的家 当年你母亲将你遗弃的时候 你就不是我的家人了 我母亲将我遗弃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前春艳 她站在那里高傲得不可一世 她凭什么呢 当年遗弃了我 如今看到我回来 竟然没有一丝愧疚吗 真是舌些心肠 不让我住进去 不把我当家人 我偏要住进去 我拎着箱子走到前春艳的面前 抬手推开了前春艳 我下个月才成年 在那之前 你们要是不养我 我就去告你们 前春艳被我推了一个猎切 满眼狠毒地盯着我 好 我就让你住一个月 臭丫头 我看看这个月泥 怎么待下去 怎么待下去 谁待不下去 还说不准呢 喂 你硬是住进我们家室 看中了 我爸有钱吧 我坐在 已经有些塌陷的皮质沙发上 花枝招展的赵管管 坐在我对面 语气厌恶 目光凶狠地瞪着我 我爸的钱都是我的 你这个野孩子 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野孩子 谁是野孩子 我看他才是野孩子 再怎么样 赵清源也是我的亲生父亲 前春艳再怎么恶毒 那也是我的亲生母亲 他这个来历不明的人 倒是理直气壮 我看了一眼 他身上那件牌子 都绣歪了的香奈儿衣服 吃笑一声 穿个假牌子招摇撞骗 真是丢脸 小姑娘脸色一红 你个香巴佬 懂什么名牌 你见过吗 我劝你住几天就立刻滚蛋 否则 我一定让你后悔 我不懂名牌 我大哥公司的业务遍布全球 他公司旗下的奢侈品店 多到我数一整天 都数不完 我衣柜里面的奢侈品大牌 多到塞不下 大哥给我买了一栋别墅 专门给我放奢侈品的衣服包包和配饰 是不是正品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还我不懂大牌 我不懂他的审美倒是真的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对着小姑娘勾了勾嘴角 我期待你让我后悔 我二哥是非常有名的红客 多次参加国家网络安全的维护 和对海外破坏国家网络黑客的围追堵截 他平日里除了玩电脑 就喜欢研究一些小东西 他大大小小的设计奖项的奖杯 放了好几个柜子都放不下 我这次走的时候 顺手从他桌子上摸了一个他新研究的窃听器 这个窃听器只要是放在我想窃听人的房间里 不论距离多远 我都能听得清楚 而且这个窃听器特别牛的地方是 一个窃听器可以听到多台设备 即便是没有信号 也不妨碍窃听器工作 刚刚在沙发上的时候 我将窃听器塞进了沙发的空隙了 现在我只需要打开手机 输入窃听器的密码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一家子人在背后算计什么了 我二哥为了体现出 他比大哥和三哥更爱我 他所有设计的东西的密码 都是我生日 我抬头看了一眼这间 在我家里连储藏室都算不上的卧室 微微摇了摇头 赵家也是当地比较有实力的人家了 这别墅里面也太寒酸了一些 反正我也不会住太久 就当是体验生活了 我输入密码 戴上了耳机 看着屏幕上的几个设备 随手点开了一个苹果手机的设备 我家今天来了个不要脸的女人 说她是爸的亲生女儿 爸竟然默认了 我要想办法让她滚出这个家 这家里的东西都是我们的 我可是赵家的独生女 等咱们结婚了 赵家的一切就都是咱们两个的 你也想想办法 最好是让她离奇死亡 免得到时候来和咱们争加产 让我离奇死亡 心思这么歹毒吗 赵家的财产 我还真是看不上 不过既然她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 我继续听赵婉婉要对付我的话 行 一会儿你送两条毒蛇过来 晚上我塞进她的被子里 我就不信毒不死她 要往我被子里面放毒蛇 真是心思歹毒到了极点了 我摘掉耳机 今天就先解决赵婉婉这个女人 至于赵清源和乾春艳 来日方长吗 夜里我听到汽车的声音 应该是毒蛇送来了 我躺在床上 如赵婉婉所愿 盖着被子睡觉 我还贴心地打开了上了锁的房门 我听着赵婉婉轻手轻脚地 推开我的房门 紧张地手脚碰到了门框 发出了一声闷响 下一秒 她就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声音 我猜测应该是她的手撞破了 也好 有了血腥味 毒蛇才能找准方向 感受到她走到了我的床边 轻轻地掀开了被子 她将一个草筐放在了我的枕边 筐子的边缘还蹭到了我的头发 我睁开眼睛 反手拉住了赵婉婉的手 一个用力将她拉到床上 双腿锁住了她的喉咙 让她发不出声音 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嘴巴呜呜地想要发出声音 我翻身下床 单手锁住了她的喉咙 用另一只手拿起那个 装着毒蛇的筐子 扣在了赵婉婉的头上 紧接着 一声无比凄凉的声音 在我的房间里响了起来 赵婉婉被蛇咬伤了脸 中了毒 整张脸肿地像个双头怪 还好 城市里弄来的毒蛇 是经过处理的 毒性没有野外的毒性强 赵婉婉算是捡了一条命 医院里 赵婉婉喊得撕心裂肺 前春艳一脸心疼地看着赵婉婉 怎么就被蛇咬了 咱们家了没有蛇呀 赵婉婉的嘴巴肿得像香肠一样 乌乌叶叶地说不出话 她眼神恶毒地盯着我 伸出手指着我 前春艳转头一脸质问地盯着我 你搞的鬼 你这样做 无非就是想要私自吞掉我们家里的财产 我告诉你 没门 晚晚这次受伤 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赵春艳起身走向我 那眼神恨不能将我撕碎 我垂着眼眸站在那里 任由她盯着 我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可真是一点都不喜欢我 为了一个养女 她竟然用那样恶毒的眼神看着我 也难怪当初她会遗弃我 这位女士 医院不允许大声喧哗 这温润清冷 距人千里之外的声音 真是熟悉又扎心 对不起医生 我会注意的 前春艳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对着我身后的一生 鞠了一躬 那狗腿的模样真是廉价 我不用转头都知道 站在我背后的人是谁 那是我唐雅清心头的朱砂痣 是我暗恋了三年 却永远拒绝我的男人 我不想这个时候再添尴尬 我僵着身子 提不往门外走 你手受伤了 赫尘伸手拉住了我的手腕 根本不允许我拒绝 拉着我就往他的办公室走 你怎么在这 赫尘摘掉口罩 皱着眉头垂头看着我 喜欢 我坐在他的办公椅里 敲着二郎腿 仰着头 一副不服天不服地的模样 你哥知道 你在这并且受伤了 赫尘从抽屉里 拿出了棉签和酒精 在我面前蹲了下来 你说哪个歌 我有三个歌 既然得不到 就不要套近乎 我又不是没人要 喜欢我的人 可以从这里排到法国 我这种家世好 身段好 长相俱佳的女人 想找个好男人 还不是信手拈来的事 再说了 下个月我就上大学了 大学里的男人 年轻气盛 身体好 再怎么说 也比他这种老男人香 丝 酒精触碰到我的伤口 疼得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垂眸 才发现 我手背上 确实被划了一道口子 应该是给赵婉婉扣框的时候 被边缘划破的 我收回手 垂眸看了一眼赫尘 我的识别告诉我哥 我站起身来 对着赫尘勾了勾嘴角 你也别说认识我 我现在不是唐雅清 我迈着步子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 赫尘修长的手突然将门板按上 他将我圈在怀里 目光深邃地盯着我 生我的气 怎么会 我哼了哼 垂下眼眸不敢看他 那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 他低着头目光灼热 我抬头对着赫尘笑了笑 赫先生 我对你冷淡 你没事的时候照照镜子吧 你看我的眼神就向上了霜 谁对谁冷淡了 赫尘勾着嘴角笑了笑 会生气是好事 说明你心里还有我 赫尘松开压在门板上的手 推后一步 明天继续过来上药 不来的话 我就告诉你哥 我翻了个白眼 无聊 谁心里有他 我对他早就心思了 病房里就剩下赵婉婉一个人 他躺在那里支支吾吾地 给他男朋友打电话 见到我进来 他那双肿的就剩一条缝的眼睛 恶毒地盯着我 我扯了扯嘴角 刚好被赫尘惹得一肚子气 自食恶果你懂吗 我这是对你小小的惩罚 如果你再动不该动的心思 我就直接送你上路 我抬手在赵婉婉的脸上戳了戳 疼得他呲牙咧嘴的 好大的口气 到底是不知名的野丫头 就连说话都这么没深没浅的 一道暴躁的声音在门口响了起来 我转头 一个年纪大约四十几岁 挺着小肚子 头发也不多的男人站在门口 目光凶恶地盯着我 赵婉婉的男朋友 和赵清源的年纪差不多吧 这是找了个爹 赵婉婉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不都是你害的 擅自用毒蛇伤人 那可是犯法的 男人盯着我 几步走到我面前 一双痘大的眼睛里面 写满了不屑 你一个小丫头懂个屁 老子就是法律 今天你伤害了我们家婉婉 你就别想好过 我们家婉婉 伤成了什么模样你 也得照着她的模样伤 说着男人举起了她的手掌 朝着我就要打过来 门口突然出现了一声声响 赵清源提着东西站在门口 看到男人要打我 他竟然一声不吭地退了出去 并且还贴心地关上了门 男人见状更加肆无忌惮了 我抬起手 捏住了男人的手腕 疼得男人滋挖乱叫 动我 你得有那条命 我踹了男人一脚 男人跪在地上疼得一头冷汗 我拿出手机给大哥发了视频 还特别把我手上的伤疤 录了出来 这样的父母不要也罢 但是他们生了 我却遗弃我 我找上门 却任由别人伤害我 我要让他们知道 生儿不养有罪 得罪了我也有罪 大哥 我被人打了 手也受伤了 地上的那个男人 还说要打死我 我好害怕 赵婉婉的那个男朋友 被大哥扒了个底朝天 不查不知道 一查真是吓死人了 他竟然有家庭 还有两个孩子 他老婆是家庭主妇 一直都不知道 男人背着他在外面找女人 男人开了一家 小小的广告公司 和赵家比都是九牛一毛 却欺骗赵婉婉说 他自己是大公司的老板 而且他背地里 还做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 事情一爆出来 他就被警察带走了 赵婉婉这个蠢货 竟然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还和男人上了床 看着脸色铁青 双手紧握成全 浑身不停颤抖的赵婉婉 我真是一点都不可怜他 他活该 让你找男人的时候 擦亮眼睛 你找的是个什么玩意 你不是说这个男人能帮咱们家吗 又老又丑也就罢了 还穷 我怎么教你的 现在因为他 我们赵家也要被查 我怎么就养出来 你这么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废物 钱春艳坐在赵婉婉的旁边 不停地用手指戳着赵婉婉的头 赵婉婉的脸 已经消了不少种了 但是还有些种 被钱春艳这么戳来戳去 她那张脸动来动去的 还挺有喜感 赵婉婉抬头盯着我 咬牙切齿地嚷嚷 都是她这个贱人 要不是她打电话 我男朋友也不会被查 为虎作娼 还有理了 我是伸张正义 你要是嫁给这种人 她吞了赵家的财产 到时候再一脚踹开你 你可就是赵家的罪人了 我站在角落里 对着赵婉婉笑得灿烂 知道得罪我的下场了吧 看她下次还敢不敢动歪心思 赵青园抬头看着我 你想在这住多久 我微微一愣 这是要赶我走 我本来真是想要打算离开的 可是现在我突然就又不想走了 对我不好的人都没受到惩罚呢 我走了 回去会睡不着觉的 我对着赵青园笑了笑 我在住些日子 学校距离这边挺近的 我上下课回来这里也方便 看着赵青园铁青的脸 我得意地勾了勾嘴角 心里却有些说不出来的酸 我才是她亲生女儿啊 怎么就这么容不下我 大学开学第一天 就是军训 我在我们队列里看到了 穿着军训服 也不安生的赵婉婉 一个宽松的军训服硬式 让她改成了紧身衣 她这是要做什么 公然勾引老男人 我什么都好 唯独学习不太好 高考之前 大哥说她给国内顶尖大学 投资个十几个亿 让我去读书 我觉得高考是为数不多 对于普通人公平的竞争项目 我学习本来就不好 没必要霸占别人的名额 反正我以后 也是要出国留学的 考上哪个大学都无所谓 不过我高考的时候 运气还不错 竟然考上了一所不错的211大学 课间休息的时候 赵婉婉难得热情地拉住了我的手 这是我妹妹 从乡下来的野丫头 以后她要是有哪里说的 不对冲撞你们的地方 你们别在意 乡下人就是不会说话 我看着赵婉婉得意的嘴脸 想着她是忘了自己 被蛇咬成怪物的模样了 我没出声就静静地看着赵婉婉表演 哎呀 婉婉 我们看到你父母了 他们还给我们带了礼物了 你父母可真是太客气了 对你真好 你放心 就算你这私生女跑来 硬是贴在你们家 你也是你们家的千金大小姐 你的地位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可以替代的 周围几个早就被赵婉婉收买的女生 七嘴八舌地诋毁我 还时不时地瞪我一眼 赵清源和乾春燕 已经帮赵婉婉打点过了 那我呢 我冷哼了一声 他们对一个养女都那么好 对我这个亲生女儿就这样 还真是铁石心肠啊 我甩开赵婉婉的手 自己坐在树下摆弄手机 因为是开学第一天 学校还没有收我们的手机 我看着三哥发的新剧的朋友圈 缓缓地勾起了嘴角 和新进小花言偶像剧 三哥什么时候这么自降身段了 他向来都是混电影界的 这次是吃错了什么药 啊 堂记要演偶像剧了 和宋莺莺 宋莺莺 莺莺这次肯定可以靠着 堂记登上顶流的位置的 赵婉婉得意的声音 在我旁边响了起来 别人当上顶流她 得意个什么劲 婉婉 这个莺莺是你中学时期 最好的闺蜜 她要是红了 你可别忘了我们 宋莺莺是赵婉婉的好朋友啊 那人品一定不行 我给三哥发了条微信 说宋莺莺人品不行 让她别跟她合作 免得到时候惹一身麻烦 微信发过去大概两个小时 三哥这边就解除了和宋莺莺的合作 并且声明以后不会再接演任何偶像剧 三哥的声明一出 宋莺莺瞬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宋莺莺在一夜之间被爆出一大堆的绯闻 她刚红起来 就瞬间跌落神坛了 因为宋莺莺的事情 赵婉婉在宿舍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军训的时候 赵婉婉一直魂不守舍 被教官拉出去单独训练 结果直接晕倒在操场上 赵婉婉怀孕了 这件事不仅惊呆了我的下巴 就连赵清源都忍不住 对着赵婉婉破口大骂起来 你到底知不知廉耻 这次又是谁的孩子 谁的孩子 难道不是上次那个老男人的孩子 我看着脸色惨白的赵婉婉 真想不出来 她年纪轻轻 私生活竟然这么乱 爸 我这次真的没有乱来 这个孩子是 是教导主任的 妈不是经常教导我 让我攀附有用的人吗 我这次攀附到了教导主任 以后我在学校就可以横着走了 这思想 这觉悟 是乾春宴教导的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 我看了一眼乾春宴 乾春宴的脸色一变 对着赵清源解释 我没有这么教导婉婉 我不是真的教导她的 赵清源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件事我先找人压下去 一会儿你带着婉婉去医院 把孩子打掉 这件事就当作没发生过 谁要是把这件事传出去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赵清源说 这句话的时候是看着我的 既然她觉得我会把这件事说出去 那我就肯定要说出去 我看看她是怎么不放过我的 下午的时候我主动拨通了赫尘的电话 电话里 难得赫尘语调欢快 想我了 我翻了个白眼 帮我办件事 要是不行 我就找我大哥 行 你开口 别说一件事 就是实践我都照做 我皱了皱眉头 自从上次见了赫尘 这个家伙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以前对我满是距离感 这会儿竟然说这样的话 受刺激了 我才不管她受没受刺激 让赵婉婉受刺激 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那天脸肿得像怪物一样的女人 今天去你们医院打胎了 我想要她的打胎报告 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 我猜到你想要了 我留好了 不但留了打胎报告 我还帮你拍到了 让她怀孕那个人的照片 你要是想要 就过来找我 赫尘会那么好心 我皱了皱眉头 捏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你发给我大哥 除了你亲自来 谁来我也不给 赫尘抢先挂断了电话 我盯着被挂断的电话 气不打一处来 这年头还有人敢挂断我的电话 赫尘他凭什么 挂了电话 我叫了一辆车 直接杀到了医院 赫尘竟然在医院门口等着我 来了 赫尘单手放在白大挂里 一双单缝眼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东西呢 我直截了当地伸出了手 赫尘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一个用力将我带进了怀里 亚青 你十八岁了 成年了 我成年了 所以你不要用那些 对待小孩子的方式对待我了 我不再是以前的唐亚青了 我伸出手想要推开赫尘 可是他却越发地用力 别动 我也没办法 你大哥说了 在你成年之前 我要是表现出来对你有想法 他就让全人士的人都知道 我是个变态 这三年你怨我 你可知道我有多难熬 亚青 我年纪和你大哥一般大 要是在你未成年的时候 做出了出格的事情 你大哥会杀了我的 我垂了垂眼眸 不再挣扎 他说的那些是我信 我大哥为了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哼了哼 把东西给我 我还有事要做 你肯原谅我 我还要再考虑 赫尘低下头 用额头抵着我的额头 给我个机会 那要看你表现 赫尘笑了 你放心 不论你想让我怎么表现 我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我放心 我放什么心 赫尘和我大哥一样 都是千年的狐狸 惊得很 这次我才不像之前那么傻 他冷了我三年 我冷他一段时间怎么了 我拍了拍他的手 放开 赫尘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手 从白大褂里拿出来一个硬盘 东西我帮你弄成电子板了 我伸手拿走硬盘 转头往下走 下周军训结束 我想吃大餐 我听到身后 赫尘拔高声音的回答 缓缓地勾起了嘴角 解决了赵家一家 我要回归我自己的生活了 这群人渣不值得 我再浪费时间了 晚上我将赫尘 给我硬盘里面的内容 发给了二哥 十分钟后 我在我的电脑页面上 看到了全部内容 然后我听到了赵清源 和钱春燕的吵架声 当年我就说 直接将那个孩子给弄死 你非要吸软 这些东西 肯定是那个臭丫头弄的 我做得那么隐秘 不可能有人发现的 知道这件事的人 也就我们五个人 怎么这么快就传出去了 肯定是楼上 那个丫头极度晚晚 晚晚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这件事会毁了她的 你要想办法解决呀 钱春燕的声音 满是愤怒和暴躁 当初要不是你 将她的母亲 从楼梯上推下去 她母亲也不会早产 也不会因为大出血死亡 那么一个早产的孩子 我以为丢在荒郊野岭 会被野兽捡去吃了 谁知道她那么命大 不但活了下来 还找上了门 听着赵清源的话 我的双手紧紧地 捏成了拳头 原来钱春燕 根本就不是我的母亲 她是害死我亲生母亲的真凶 赵清源她根本就不配做人 作为我的亲生父亲 不但没有心疼我一出生 就失去了母亲 还将我丢到荒郊野岭 想让野兽把我吃了 要不是养父 我早就死了 从现在开始 我只有养父一个父亲 赵清源这种人渣 只配身败名裂 我捏着手机站起身 走到窗前 看着院子有些破败的别墅 赵清源就连这样的别墅 都不配住 我拿起手机给大哥打了电话 大哥 接我回家吧 赵婉婉的事情 发酵得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他之前做的所有事情 都被人扒了出来 他不但做别人的第三者 还霸凌学校的女同学 逼着女同学 在学校的男厕所裸奔 最后那个女同学 被那些畜生给侮辱后 虐待而死 这件事当初被赵清源 花了一大笔钱给压了下去 赵婉婉不但不夹着尾巴做人 反而变本加厉了 这次高考 她又顶替了别人的名额 大摇大摆地享受着 别人应该享受的大学生活 赵婉婉一倒台 当初被赵家欺压 迫害的那些人 在网络上如同雨后春笋一般 全都冒了出来 经学校查识 赵婉婉确实冒名顶替了 别人的名额上的大学 赵婉婉和校主任 也确实存在不良的关系 经学校处理 对赵婉婉和主任进行开除处理 一时间赵婉婉就如同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我坐在我大哥的办公椅里 喝着顶级的咖啡 听着我三哥现场弹奏的钢琴 看着投影仪上赵婉婉落魄的模样 真是舒心啊 我抬头看了一眼 靠在办公桌上站在一旁的大哥 赵清源那边我想亲自去 因为赵婉婉的事情 赵清源的公司被彻底清查了 赵婉婉的事情 虽然对赵清源的公司有些影响 但是其实只要是肯花钱 还是能躲过一劫的 但是念在他当初眼睛不眨地将我丢在荒郊野岭 我肯定是要给他一份大礼的 要是这样都查不出东西 那就是我大哥无能 大哥 你的人行不行啊 要是查不出东西 我就把这家公司给炸了给你听个响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推开了麦巴赫的后车车门 踩着限量版小羊皮鞋底的高跟鞋 缓缓递下了车 看着如同废品收购站一样的公司大厅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赵清源看到我站在门口 一身狼狈 头发凌乱地他几步冲到我的面前 伸手就要打我 我身后的保镖 一把握住了赵清源的手 狠狠地将他摔倒在地 放尊重点 你面前的人是唐氏集团大小街 唐雅清 赵清源趴在地上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是唐雅清 你竟然是唐雅清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 这么对我你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 赵清源瞪着我 一双眼睛恨不能将我千刀万剐了 晚晚的事情也是你动的手脚吧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家庭 我可从来没得罪过你 没得罪过我 我居高临下地盯着赵清源 高跟鞋毫不留情地踩在他的手上 狠狠地碾压着 当年 你是用哪只手将我丢在荒郊野岭的 赵清源疼的额头上青筋都出来了 当年我就不应该心软 我就应该让他们将你直接处理掉 我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 还不知悔改呢 当初是你和前春艳脸手 害死我妈的对吗 赵婉婉比我大一个月 所以那个时候 前春艳也怀了孩子 你们一家人为了永远在一起 就想要害死我和我妈 你们才该死 老天爷不让我死 就是为了让我复仇 为了让我替我死去的母亲报仇 我抬脚狠狠地踹在赵清源的肚子上 大哥从后面走过来一把拉住了我 对付他这种人 你就不要动手了 脚会痛 你们几个盯着他们把公司的资产清查了 另外让他们尽快滚出现在的居所 切记 一定盯住了 任何东西都不允许他们带出别墅 大哥吩咐完 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往外面走 你喜欢的那款包包 又出了一个系列的新品 我都买好了放在新别墅了 你去看看 我约了人了 想到今天要和赫尘见面 我的心脏还是没来由地砰砰乱跳 三年前我对他一见钟情 没想到过了三年了 对他的感情只增不减 这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大哥一听立刻不高兴了 约了谁 男人女人 我挑了挑眉 当然是男人了 姓甚名水 年龄多大 家里是做什么的 这些你都不说清楚 我怎么能让你出去和他见面 我们三个哥哥没点头的男人 你一个都别想碰 把男人的电话给我 我学他到家里面见一见面 我大哥平日里是比较高冷的霸道总裁类型 我还是第一次听他说这么多的话 看来真是着急了 那就只能委屈一下赫尘 接受我三个哥哥的三堂会审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赫尘这么紧张的模样 他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赫尘 我说过吧 你要是感动我妹 我就要你的命 大哥先发制人 赫尘对着大哥笑了笑 一脸谄媚 雅清成年了 成年也不行啊 你会玩电脑吗 你能保护我妹的安全吗 二哥一脸不屑地看着赫尘 我觉得赫尘这辈子都没想过 自己会面对这样的场面 想来他也是天之骄子啊 医院里最年轻的外科圣手 家世更是和大哥有得一拼 怎么在大哥二哥眼里他就一无是处了 我虽然不会电脑 但是我会所有外伤的预防 我不会让雅清受伤的 和大哥一般年纪也太老了吧 要是小妹哪天看你了你 你能主动退出 让她去寻找小鲜肉吗 三哥的话让我微微一阵 这是给我的退路都给想好了 赫尘脸色微微一变 不能 雅清和我在一起以后 我保证她没有时间 看任何小鲜肉 我抽了抽嘴角 她还真是吹得出口 后来我才知道赫尘嘴里的没时间 是什么意思 她真的太粘人了 那你工作太忙 没时间陪我们家小妹怎么办 到底是混娱乐圈的 问的问题句句在里 简直就是我的嘴涕 赫尘转头看向了我 我已经升级当院长了 除非重大手术 其他时间都用来陪雅清 我见情况差不多了 伸手挽住赫尘的手 对着三位哥哥皱了皱眉头 好了 我喜欢他就好了 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赫尘转头一脸温柔地看着我 声音温柔带着一丝宠溺 我会宠你一辈子的 三哥哥酸得不想看我们两个 转头不爽地离开了客厅 我伸手搂住赫尘的脖梗 你要是不宠我一辈子 我三个哥哥不会放过你的 我也不会放过我自己 赵清源一家沦落到了街头做乞丐 赵清源因为偷东西 被人家打断了腿 又没钱治疗 每天只能拖着那条沸腿 趴在地上乞讨 赵婉婉精神有些失常 孩子都打了十几个 最后终身不育了 钱春艳早就抛弃了赵清源 本来傍上了一个大款 谁知道搞大了钱春艳的肚子后就跑了 钱春艳没钱打孩子 只能任由肚子一天天变大 最后孩子直接生在了桥洞子里 我找到了我亲生母亲的亲人 要来了我母亲的照片 在家里面找了一间宽敞的房间 将母亲的照片放在了架子上 我想我母亲也一定是爱我的 我这辈子真的顺遂 一定是她的在天有灵